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我们的限定优奥卡在近期也获得了不少的加强 然后在8周年之后也推出了两张新的限定优奥 隶属的超十七号跟我们最新三一八赛亚人质的提鼠红神悟空 所以在整体的优奥限定排行榜上 其实是有出现了一些细微的调整 那么这一次就重新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的限定优奥Top10 然后这个排行榜的话 主要还是我个人的主观想法 所以就未必是大家一定完全的接受 不过把他们排进去也代表着他们本身其实是有那个实力所在 不完全是因为我个人的完全就是爱 爱也是一个加成但是就 实力也是有到位 实力其实也是有到位 OK那么在开始排名之前就先说一说 上一张也就是八周年后的那一张隶属超十七号是不会在排行榜内的 主要的原因就跟去年的 那个黄金周 悟空父子是一样的原因 因为在变身之前是非常弱势的 而且很难变 这个真的是很难变 因为你要压血啊什么 可是变身之后确确实实是有一个天下无双那种超级无敌强力的能力啊 但是变身前实在是太难变了 所以我就不把他给排到上去了 而且队长记来说要说强 也有他的强点啊 不过因为他是服务以30%的人造人嘛 很多角色都不一定吃得到 而且连接方面也没有那么顺畅 他比较适合主自己的人造人对吗 所以就目前来说 还是会把他的排名往下压一些啦 OK那么这一次就正式进入我们的排名了 首先就是第十名的啦 这张角色的话 算是我个人偏爱的一张啦 就是素数的狗鸡大啦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排名好像不太可以啊 狗鸡大排进去 但是 这张角色来说的话啦 本身的能力其实是相当强力 虽然说在他的最大防疫值上 好像没有到特别高 但是他本身却有一个必杀抗性 也就是那个回避能力 变身前高确立 变身后超高确立 这个也算是一个保命的能力 你不能当做他不存在 虽然说激励性的东西比较不保险 我们没有100%嘛 但是也是一个不错的保证 就是有 打底的必杀抗性所在 然后本身的防疫值在 行动之后啦 变身之后啦 变身之后的行动后 有一个38.4万不高嘛 可是如果是有二连级就有51.2万 这个算是一个 还不错的防疫能力 然后再配上一个超高确立 所以在防疫面上他是OK的 优秀的 然后在攻击面上 他是属于顶级的 不管是有回避成功 还是没有回避成功 他都是可以带来超过 1500万左右的输出 然后跟他做搭档的那个 5周年狗吉他 也因为在8周年极限之后 整体的能力 上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所以 他跟他的搭档做到连结的情况下 就会非常的猛啦 只不过就是稍微有一点点 比较弱势的情况 就是在变身前 所以在变身前 我们很常用的就是 把它放在3号位 稍微跳转一下 那么他很快就 下一回合再次登场 他就可以变身了 这个算是一个 还蛮好来解掉他 变身前不够那么强的 弱点 而且 他不需要 extra的在变身前 跌攻防之类的 所以把他移去3号位 之类的 是完全不会心痛 嗯 这个就是他的强点 然后他本身的 对掌计 虽然说没有达到 200%那么高 可是 就算只有 100% 他有着我们 现阶段 最猛的 类别之一 就是 是剧场版Hero 剧场版Hero 对啦 主在170% 对掌计下 也是很够用的 但是 我们也很少会这么主啦 毕竟现在200%主流嘛 会比较好用一些些 所以这个也算是bonus 也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就实力而言 排阶前时是 不为过的 虽然说就我 个人爱的加持 是非常大啦 但是在他后面的角色 应该说他跟 这些排名内的角色 也不会差到特别多啦 就单说火力啊 防疫力面上 跟抗伤面上啦 就是强啦 只能这么说 数数的国际打 大家有用过 应该都知道嘛 那么接下来下一张的话 是 攻击就是最好的防疫 第一的代言人 在这个游戏内 我们的 力所超然 皆往前悟空 非常 非常 暴力的一个角色啦 这张角色老实说 目前国际版的朋友 还没办法体验到 只单从数值来看 好像没有特别强嘛 被打 被动全满 开了两发必杀 也才44.7万的 防疫力 落落地的 防疫面上落落地的 但是 刚才说过了 攻击就是最好的防疫的代言人 他的火力 简直就是 强到一个 逆天的地步啦 嗯 简单来讲 就是目前的所有关卡 由这一张 界王前悟空带队 组了第七宇宙 或者混一些 宇宙神频片的角色在内 可以全通 就是这么的暴力 大家看一下 他的火力值这边啦 被动全满的情况下 叠了6次必杀 血量在59% 以下是有一个2000处万的火力 就算血量没有在50%以下啦 也有千处到 1600万左右的火力 这个数值 目前为止 都是超顶级的 而且他很快 就可以达成 不像很多角色 目前需要 花蛮多的时间 才可以渐渐的达成这个输出 而他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他本身的被动上 在前五回合内 身边有 宇宙生存片的角色 或敌方是宇宙生存片的角色 都可以达成全属性Guard 以及高确立必杀联机 也就是说 但回合 三发必杀的可能性 通通都是千万数值的情况下 就会有多么猛啦 然后 因为本身的防御力 不是很高 又配上现在 都是短期战 比较多短期战的 关卡的情况下啦 他的最大火力值 又很容易的打出来了 因为血量59% 他就可以开主动计了嘛 主动计下去 再加上必杀 大家看一下最下面这一边 跌了6次必杀之后 如果你是彩星 直接造成1.35亿的火力 就算是没有跌到这么多次啦 我们稍微扣一点的 他的那个火力值啦 也是有一个1亿左右的那个火力在了 非常非常的夸张啦 而且 如果是在 五回合内 那么他最大三连必杀刚才有说到嘛 所以其实他的这个最大火力值 是可以再翻倍上去的 达到一个非常猛的地步啦 嗯 就当凭他自己一个人 就可以全CARE所有的关卡 当然 在其中是需要一些些的 硬气成分在啦 因为毕竟队员真的是 不怎么的给力啦 哎 就 像是我们的支付支队啦 老实说 我自己来用 如果队员带的不够好 偶尔还会 还是会因为队员而死亡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 因为 我们游戏内就是 尽量的避免死亡力 然后提高成功力 但是这一张卡的话 就是只要拨一拨运气 通关还是没问题的啦 嗯 当然他也是不能跟支付支 相平定论啦 因为支付支的稳定 是完全就是百分百的稳定 而这一个的话可能就 5050对赌这样子 但是他就是 确实可以带着队伍啦 把所有的关卡 通到完啦 因为在discord群里面 已经有看到有朋友分享他的那个战绩了 真的是全部打到完 八周年的新关卡 也是全统 很夸张 应该说高难度关卡 高难度关卡全统这个样子 OK这个就是我们第九名的 超兰基王全悟空啦 诶 此刻就是来到我们第八名 虽然说是可以往更高的 排名去的 诶 我们第八名的利佛格啦 因为 身为我们最强集系队的一个要员 最强集系队的 要员 无限叠攻防 老实说 这一张佛格 其实把它排到更上去啦 也是不为过啦 只不过上面的我觉得就是 在综合能力上会更好 以及现在就是可能 关卡上面比较偏向短期战 我们的佛格可以 叠的 时间会比较短 当然啦这个方面的因素 我们还是可以 人为的去避免 就是我们打慢一点 输出方面就是可能 某些角色啊 就不要太大力的输出 诶 赤足赤少一些些之类的 让他多一点机会去跌 当他跟这个我们的 LKRANI 做连接 他的连接效力 是很高的 90%攻击 50%的防御 只要 开了5次比赛 就有63.1万的那个防御力 在线下来说 也是很不错的 然后他自己本身的被动来讲 最高啦 半回合三发毕杀啦 某些关卡在可能前段 前段半的时候 然后 可以降到他们的攻防 那么 KRANI 就有机会做到 3次的那个 毕杀 所以 运气好 一个回合 我们就有40处万的防御力 然后以40处万的防御力 在现在的环境来讲 还算是够用 虽然说对于 毕杀抗性 不是那么的好 可是我们还有他的 L-out partner嘛 快速的打过去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他就是有这个实力 而且队长技 变身强化 再加上恐怖的征服 队员也是很猛 虽然说是170% 可是 两张 U-out的KRANI 作为辅助的时候 整个队伍带上来 也是很夸张一下的 这个是真的很夸张一下 没得说 OK 这个就是我们第八名 那么再往上去的话 就是我们的 叔叔的这个 Kinyu Daijo 他的排名 比起上一次来说 是有稍微的 把他往下排了一点 主要就是 因为已经过了一年多了嘛 他当然是还可以再战 也依然的强悍 不过就是他本身的 队伍啦 就会 比较的 往后落势了一些些啦 因为现在的关卡有些会 怎么说 普攻打得太痛 他以全 激扬特战队触发的时候 会有一点辛苦 然后他的 队伍内 如果混入其他角色 又会蛮影响 他整体的发挥 所以就会把他的 排名稍微往下 拉一点点 但是 现阶段的关卡 前通关 还是做得到的 只要未来 我们稍微再补强一下 我们的激扬队长 依然就是神 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一样 5个必杀之后 就有69.1万的防御力啦 跟我们的那个 库拉尼讲 其实是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多少 但是就 他本身的 能力 会更加的 综合性更多啦 因为 联击必杀啊 全属性效果 拔圈啊 什么啊 辅助啊 什么各种各样的能力都有啦 这个就是 激扬队长的强悍 依然还是强 一年过后了 还是这么猛 OK 这个就是第七名嘛 那么第六名的话啦 是这个是 从谷底反弹 原本没有这么高排名的 可是 因为 他本身就是 讲讲 整体的队伍啦 结构变得更强的 速鼠的 变身赛鲁 速鼠的变身赛鲁在这一边的话 是因为 队员拉强了不少 整个队伍更完整 让他更好发挥 因为其实整体来讲的话 他本身是有 足够的强大 强悍的那个能力的 只不过就是因为整个队伍 比较 欠缺一点嘛 因为 他这个 早期来讲的话 那时候他刚吹吐 需要帮忙他抗议好位的角色完全没有 可是最近期来讲的话 我们的 L2之赛鲁 他集成这之后 超猛 偶尔 来抗议好位也是可以 然后回血能力又很棒 然后那一张 顶上的 L2 第一形态赛鲁 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力 属于可以帮忙站在1号位的角色 当然不是所有的情况 他都有办法站到1号位啦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都可以帮忙这一张 速速的那个 变身赛鲁 坐在1号位 然后这一张本身 他又是属于攻守兼技的那一张 一张角色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本身的输出力度其实是相当有 而且他的被动上 变身成完美 完全体赛鲁的时候啦 而且他变身是完全不需要条件的 只要回合经过就直接变 所以也算是还蛮 简单 火力面上的话 他自带连击 自带会心 自带回避 所以就很好用的一张 然后 防御面上来讲的话 大家看一下 这边讲 跟直属的 L赛鲁做连接的情况下 两个必杀就可以达到80万的防御力啦 就防御面上也是属于优秀的 如果开到三发必杀 那么就可以 向 100万卖进 就是强度是有的 只不过当初 会把他排名排到比较下面 是因为 他队伍的结构不够强 而现在 他的队伍结构上来了 他的能力 也可以发挥得到 所以 他的排名就会稍微往上升一些些啦 OK 这个就是 比较后半部的 6789 10的排名嘛 那么再往上的话 就是我们的 前五名啦 那么第五名的话啦 这两个角色我觉得就是 比较 嗯 着重在他的队长技上啦 当然他本身的能力也是属于优秀的 就是我们的 之属的 Yamuja Yamuja的话 他最优秀的就是 在于那个地球一层的战士 这一个队长技 特别特别的广 真的是很广 比亲子之伴还要广一些些 这个就是 他猛的地方啦 然后他本身的能力也是足够的优秀啦 火力 有 然后 防御面上的话 可能就 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高 在登场的四回合内 可能可以到一个 60万左右 可是登场五回合过后 他的防御力就会往下 但是他最强的点啦 是来自于他的那个 回避能力 最高可以达到将近90%的回避力度啦 所以在一个点上面的话 他的回避甚至是可以说比 几亿悟空那些还要高 是很强的一个角色 然后他的队伍整体组起来 因为像悟空啊 悟犯啊那些全部都可以入队 可是 比较好的话 还是悟空那些角色啦 因为可以达到完整的200%嘛 就是靠着悟空撑起来整个队伍 再加上他本身的能力优秀 他每一次开必杀啦 会增加10%的那个 回避能力 然后就算是没有放在一号位 他也是可以达到 三发必杀的可能性 如果现在一号位 先进回避掉一个攻击 那么就可以有 四发必杀的可能性 以及达到90%回避力的可能性啦 不过打底打底的话 开了第一发必杀 就有60% 然后 一定会有一个连击 然后在潜能点来点高一点的话啦 那么他可以再连多一发 那么就有70% 然后这一张的话 我个人会推荐主点他的就是 连击会星在 图里 回避多一些些这个样子 连击跟会星可能就稍稍一些些就好 老实说这个就是完全带上来啦 而且 五回合后啦 他连击被动全出发 最大事发必杀 情况下 也是有一个3000出万的 火力在 然后再配上中确率会星 可以达到5000多万的火力 单回合的火力是可以非常高的啦 算是一个还不错的角色 然后 靠着队长技把他的排名往上拉这个样子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五名嘛 那么第四名以上的话 其实都是老面孔的啦 首先第四名的话就是我们的加码二号 在上面的排名其实不会有太大的跟动 然后原因的话大家也是知道的啦 加码二号本身的能力是很强的 最强的点就是在他的火力输出值上面 50%的会星来做搭配的话 火力会很猛 然后基础防御力 因为他不要不需要站在一号位 有一个搭档 一号嘛 加码一号 帮忙扛在一号位的情况下 他只要好好的做输出就好了 然后本身的防御力 因为被动的关系啦 做到二连必杀三连必杀都还是蛮常有的事 大家可以看一下啦 采金的状态95.3万 就算是没开路也是可以达到70万左右的那个防御力 以现环境来说 只要不是必杀啦 他都算是扛得住 而且只要配上WIS的情况 这样子的防御力基本上是 任何的关卡都扛得住啦 当然我们那个元七一5000错万的 伤害那种就不要讲啦 只要我们在短程时间内把它给解决掉就OK了 OK这个就是第四名啦 然后第三名的话就 依然是老面孔我们的小悟空 小悟空的强度或者说强点在哪里 大家都知道啦 就是他的那个转红猪 然后减伤的辅助 以及本身的攻守兼技这样子 本身只要刺够红猪 他的减伤啊 彗星啊就会高 再加上连击 然后刺的猪越多 他的防御力越高 我们讲一般我们吃到 4颗红猪的情况下 47 28 再加上他被动辅助的8% 36%的减伤 然后再配上一个50万左右的防御力 这就是他非常非常强的地方啦 而且他强的点不只是在行 而是作为辅助角色 赚在3号位 他又可以打 这个是很棒的点 然后又可以为我们的 1号2号的角色 带来相当不错的那个减伤服务 因为以现在的 关卡来说的话 这8%的减伤 其实是相等于好几万的防御 辅助了 还蛮不错的 敌人的那个伤害值越高 他辅助的那个减伤效益 就越高了 带来的效益 因为减伤是直接减掉敌人的那个伤害嘛 OK这个就是小悟空啦 强点 在哪里大家都知道了啦 因为 已经介绍过非常多次了 OK然后在网上的话 就是我们第2名的 隶属加码1号啦 加码1号其实这边 都会往下掉一些些啦 主要是第1名 实在是太猛了 大家也会知道是谁了吧 不过 我们的第2名这边 隶属加码1号 还是要稍微介绍一下啦 他的强点嘛 就是本身的50%减伤 然后再把50%的减伤跌上来之前 会有一个全属性格斗 所以 只要我们让他好好的 在1号位 快速的被打购5下 那么他的能力就全满 有一个相当高的防御力 然后再配上相当高的减伤力 很多的扛伤位置 他都扛得出 之前也介绍过嘛 他的队伍 是放得下 我们的MVP17号了 在MVP17号有来辅助的话 那个防御力是超级无敌的高 可以带来的那个 能力是非常的棒 所以他的本身就是一个 安全的1号位角色 然后再以他的搭档加码2号做连接 同样是一个 攻守兼记的那个combination 而且他还可以辅助防御力 做在3号位来用 我们也算是相当的安静 而且还有加义器 这个就是我们的加码1号啦 之前也是介绍过了嘛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角色 然后国际版的朋友可能还没 等到他的那个复刻嘛 出复刻 可能黄金周有机会出复刻 还有就是 等到8周年就一定会有他的复刻啦 这两个时间点啦 如果是讲以国际版的朋友 都要等的话啦 OK那么 第一名的话 就是这一位啦 我们最新的 318赛亚人日 所推出的 限定红神悟空啦 这一张 不管是在 本身的机体能力啊 还是在 队长级上啊 都是 没什么好挑剔的 No.1 限定有要 最强 要说他最强 在哪里 的话啦 嗯 首先就从能力来说吧 一开始登场 有一个转租能力 这边就很棒了嘛 火力也高 然后 无限跌攻防 大家都很爱 虽然说现在的环境上 他不是那么容易去跌啦 可是本身的被动来讲的话 刺购6颗株 全属性防疫 再加上必定联机必杀 那么我们单回合 一开场的时候 因为会转租嘛 就很容易吃到6颗 所以就 打底2霸必杀 再加上全属性 Gard 这个就很好的来跌 接着 他还有一个 我们如果不小心 没有触发到全属性防疫啦 可是只要吃到3颗株 我们就会有60%的回避力 之前我在试用的时候 其实大家也是可以感受得到啦 那个回避力 结合全属性Gard 抖的时候啦 会是多么的好用 然后他本身的攻防能力 也是非常的足够 当然就是用这红绳状态就好啦 超赛状态的话 可能就是在收尾的时候 稍微开一下来用 就是那发主动机必定会行 然后配上因为是 无限叠攻防的情况下 他的那个 主动机也可以带来 很高的输出 整体能力来讲是 非常非常棒的 然后 纯粹赛亚人再加上 混血赛亚人 我们全游戏中 最强悍的 队长剂 之一 绝对是之一啦 因为比较可惜 他没办法把支付词给组进来 因为支付词那个combination 混血再加纯血 变成 没有赛亚人类别 哈哈哈 比较可惜一点 然后这张要说缺点的话 还是有啦 就是他的那个 队长剂的 STOP的30%出来啦 附的那边 体验之力 再加上那个 愤怒包包 比较不好配 比较不好配 不然的话 会更加的夸张 老实说就这样子的能力来说是完全 很适用于现阶段的环境的啦 把它摆在2号或3号位 都OK 就算是要让他 扛在1号位啦 只要度过前期的 比较弱势的就是可能初登场才10出万的防御力啊 20出万的防御力啊 那边我们只要过度掉那一边的话 后续防御力起来 其实就OK了 然后配上全属性格斗啊 再加上回避力 那很多人都觉得讲 嗯 5回合啊 还是 几回合过后啊 没有那个 转租能力之后 很难用啊 6回合 sorry 突然就想起来 6回合后没有转租能力会变到比较难用 可是 实际来讲的话我觉得 那个转租我们可以靠这3号位的角色来做搭配 其实稍微调整一下 除非真的是 论到很差 那当然是没办法 可是他自己本身除了就是全属性格斗 还有一个回避力可以做保险 当然啦 那个回避力是60%罢了 没办法100%的去做保证啦 但是也算是一个保 保命的要素嘛 抗必杀能力之一 就跟我们第10名的 速手狗吉他一样 他就是全靠回避能力来做必杀康星这个样子 骂骂骂骂就是这个样子啦 这一次的 鉴定优傲卡内的 Top10 这个排名来说当然也有我个人比较偏爱的角色在内啦 像是 是素手的狗吉他 隶属的超兰界王前悟空 佛格其实 他是实至名归啦 然后 Yamuja的话本身就是靠着那个 队长技 以及 自身还不错的能力 拍到很高 不过最强还是他的那个队长技啦 然后 也有一些 角色 因为 各种因素 而排名稍微下降 就是我们的数级 然后也有因为 为队伍获得强化而往上升的 素手变身赛如啦 这个是稍微有一点细微的调整啦 然后完全 不动的强者就是我们的 加码一号 皮小悟空 跟素手的加码二号啦 只有我们的空降红增下来的关系 才导致他们的排名往下掉 要不然 他们依然是最强一系列的啦 OK 这一个就是这一次的 限定优傲排名啦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个样子 也欢迎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 Top 10 排名下来 我们一起看看 参考参考 好啦 那么 以上 就是这一次的 影片啦 那么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收看 加码看 拜拜